快点 快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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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玩了 暑假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 这都放暑假了 还要做什么 家长们 这十件小事 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 1.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亲子旅行 2.一家人一起看一场有意义的电影 3.和孩子一起养鲜日直 放松心情 4.教孩子学会游泳 5.学习英语 让孩子开学逆袭 我之前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发音和语法不专业会影响到新兴 遇到一些有难度的单词 自己也难以及时 用手机翻译又担心他会分心 直到最近我和身边的宝妈聊天才知道 原来大家都在用有道词典笔X5这个学习辅导小帮手 孩子扫一扫就能立马出翻译结果 超过简单 更多后还有北师大教授专业的就应知道 词汇句子的解析很详细 心心都能听懂 学会后他还会教我呢 更省心的是他重复了课内教材 预习复习两手抓 特别是他还拥有新华字典和棱教板教材的版权 太专业了 更惊喜的功能是AI口语教练 真的是没科技 能像Siri一样自由英语对话 结束对话后我们给出口语打分 这可比我专业的不止一点点了 别看着词典笔小 孩子能从小学用到大学 还内置了应用商店 能免费安装各种分学段的学习APP 一同帮助辅导 他作为词典笔行业的老大哥 有到17年的翻译经验可不是该的 这种英语小帮手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看着心心这么认真的学习 我也不再排斥电子教步工具了 六 一起画一幅画 七 一起去海边体验赶海的快乐 八 和父母一起动手做饭 九 去游乐园开心玩耍 十 整理书桌 改变风格 为新学期做准备 孩子的暑假很珍贵 家长们可要好好安排 陪孩子一起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暑假哦 可爱一带 两三二三八 四十四天 中的公司 交走 三十四天 三十五天 三十四天